感冥為自由的NBA球星坎特 時好被波士頓塞爾提克隊 交易到休士頓火箭隊 但約10分鐘後 火箭隊立刻宣布放棄坎特 而在被火箭隊釋出前不久 坎特才在推特上 轉發動畫嘲諷中國 動畫大酸 中國侵犯人權行徑 讓習近平拿槍威脅坎特 在胡人隊球星沾黃幫忙下 逼坎特在鏡頭前大讚中國 中國前球星 姚明 整個NBA生涯都在火箭隊度過 加上坎特曾經因為嗆中國 導致塞爾提克隊賽事 被中國騰訊體育下令停播 雖然火箭隊沒有說明原因 但坎特若加盟火箭 對中國市場勢必造成一定衝擊 被火箭隊放棄後 坎特只能在賽季 剩下時間尋求和其他球隊合作 為他個人推特最新發文旨意味深長的寫了一句 全世界都會大為震撼 而身為少數公開為人權發聲的職業仇心 坎特的下一步備受外界關注 華視新聞劉宇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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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宙 掌握天下勢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